你干了几点啊 你干了几点 你干了几点 你干了几点我就干了几点 我...我一会儿干完了 哈哈哈 我老三同来不加班的嘛 哈哈哈 别冲犯者 你别冲 你让我吧 再见 叔叔来了 叔叔被偷过来加班了 特别让大家来看一下你的睡衣 哈哈哈 他穿睡衣被偷过来加班了 哈哈哈 有人去教我 哈哈哈 本来不想教你的 他打到你休息嘛 但是看你跟这个客人有缘分嘛 我们都不讲专家我们讲有缘 哈哈哈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 休息定义 当你休息的时候就会很忙 很多事情来讲 当你上班的时候我们显得要死 哦 真是 大了那个几岁 八岁了 你平时擦的什么布 黑瓶 黑绷带 你好奢侈啊 你用你老婆的个年纳啊 哈哈哈 扎起鞋就可能有点慌哈 真正站在里面放他的时候你就自然了 我还有一句更慌吗 就是说他可能会碰我 但是他没有你喜欢的老婆 不要弄不差一点 你像什么事一样 正常的 每个人都是在海底 我躺在那边我也是什么 十万就好了 所以你要躺在那边 我谢谢你 我刚次开北京的时候 有一个大姑娘她 她要闻一个花笔的龙 她那个龙我全程给她手绘的 我会手绘完了 我花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然后大哥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呃 心理在地上 而且我们发的特别满意 然后那个大哥说她说 没事你放心吧 我会补偿你的 她也没有给我转红包 这里是吃完饭 要送手走了 她这次也是趁着国庆放假 过来找我玩几天 当她踏入店门的那一刻 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了熟悉与兴奋交织的光芒 在她停留的这段时间里 店里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被她的热情和好奇点亮 她会陪我一起工作 陪店里的小伙伴一起玩 其实每次我的粉丝宝宝来找我玩 我都很开心很感动 然而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 转眼就到了她要离开的时候 送她的时候其实还蛮受不得的 但更多的是温暖 希望下一次还可以一起再玩 她也带着满满的喜悦 和对下一次见面的期待离开 下次再见